大家好啊 最近有声留言老让我说华为啊 我觉得华为是个小事 华为对中国重不重要重要 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这华为的事 其实 已经解决掉了啊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这个美国对华为的限制 他是有 宽限期的 他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用这个宽限期 维护着啊 美国与华为的关系 就是如果美国真要切断 华为的关系 他会直接就切断 治华为死地 那切断不就死了吗 那你看现在美国还不切断 还在与华为 进行一些 你说 沟通啊 还是进行一些交易 就说美国也不能切断 完全与华为的关系 嗯 其实啊 这就是我说的 逻辑上说 你说美国完全切断华为 那他 干脆咱不要给他宽限期 那华为购买美国商品 是不是 不宽限 这死就死吧 你说让他死 还不让他死 还说你给流口气 那为什么 他活着对我也有利 这就是美国的逻辑 这就是美国的逻辑 所以呀 你说是美国要掐死 华为 我说这已经终结了 美国不会 他这么想 但是他不能 这就我一直说的 中美在一条船上 美国时时刻刻都想把你弄死在这条船上 但是你突然发现美国不能把你弄死 想和能是两回两回事 有人说那你跟美国现在又限制这个台积电出口给这个这个 这个华为这个芯片 华为 是不是断供了吗 华为不就是华为什么都靠美国的技术吗 所有都给你断了 这个 软件硬件都给你断了 那华为怎么办 我觉得 你可以看看韩国和日本之间 叫白色清单这个事 一年了 这个白色清单是怎么事 日本去年 限制部分产品对韩国的出口 出口必须进入白色清单 那么呢 已经一年了 韩国 当时非常紧张 为什么呢 就是韩国有 有太多太多的这个 半导体 基本上原材料要靠这个白色清单 就是韩国从日本进口这个出击原料 然后呢 韩国三星 韩国这些电子企业 生产出来产品 然后销往全世界 在销往中国的什么 华为呀 出口给其他国家 但是 韩国呀 没有想到 日本这个白色清单 移出 把韩国 把韩国移出去了 那么以后 韩国想进口这些原材料 必须要经过日本政府的 同意 就必须审批 其实也跟那个美国现在对华为的这个审批一样 你想进口我们的这个 芯片 我政府审批 我不批 不给你免 宽限三个月 你就进口不了 韩国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 一直半死不活的 非常紧张的 原材料供应都紧张 有可能三星当时都说了 三星那个董事长 当时从日本回来以后说了 三星还剩几个月 这几个月如果没原材料 三星就倒闭 因为三星所有的订单 生产出来的东西 完成不了是要赔款的 是要毁自己信誉的 质量不高也是要毁信誉的 那你这个原材料供应 是不是非常紧张 是不是非常关键 那日本给他的原材料供应就那么几个月 那你这几个月 你三星你韩国 如果亥想要这个原材料 是不是得对我 俯首称臣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拿住了韩国 所以有时候吧 你看这个世界 怎么说呢 你会觉得 三星很厉害 三星产品质量第一 跟台积电竞争着 台积电跟三星可以竞争 世界大拿 好学生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是三好学生 技术领先全球一流 但是原材料被人控制住了 是吧 好学生容易饿死 这就是我说的 你现在 有时候把这个 跟那个 韩国 和日本和这个中国和美国这个比较起来 美国现在掐住中国了 中国不给美国不给你中国这个芯片 不给你中国 出口这些高科技产品 软件硬件都不让用 你中国被拿住了吧 你中国是不是得 得对美国老实了吧 扶手成神了吧 不给你这个 免的这个 免 叫什么 免审核的这个 叫 叫什么来着 我看 那有些人把这个美国对华为的这个制裁呀 利用台积电是不是 现在把 能制约华为的所有的 生产厂商 韩国三星 台积电 包括软件硬件全部用上啊 谁跟华为合作我制裁谁 好像就是比喻成这个日本当年制裁这个 韩国 一年前制裁韩国也是这样 你必须得有我后面清单啊 我每三个月给你审查一次 让你这个对我这个美国扶手成臣 你必须得老实 认为这回华为完了 制住华为了 但是我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跟日本不同啊 美国这次跟日本不同 为什么 日本是真正控制住这个 上游啊 原料 控制住了原料 而三星也是制造厂商 台积电也是生产厂家 而美国制裁华为 他呀 是拿别人的生产厂家制裁另一个生产厂家 他没有控制住什么 源头 原料 原料他没法控制 这个原料和生产厂家 他不一样啊 原料是不可替代 不可替代 不可替代记住了 原料是不可替代 那日本呢 除了日本以外 其他啊 很难替代 中国的这个制裁华为啊 制裁中国的这个华为啊 那你说 那你说 韩国三星也好啊 你说这个台积电也好 他也是生产厂家 他生产这些啊 半导体设备也是需要原材料 这就是我说的也得需要原材料 那么如果我制约住了韩国三星 还有美国啊 这些高通啊 英特啊 甚至台积电 这些生产厂家的原材料 我也把他们制约住了 那你说 是不是我就是反鸽一击 我也等于控制住了你们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台积电去美国 反而陷入了一个陷阱 我说到这陷阱里边为啥 就是台积电把所有的宝啊 就鸡蛋全都放到美国一家篮子里了 我之前视频说过 台积电把鸡蛋放到美国一家篮子里了 这个是什么逻辑啊 就是美国人认为啊 我控制住台积电就能制约住华为 你看是不是道理 他认为我三星 英特什么高通啊 台积电全都控制在我手里 我制约住华为 但是这些生产厂家他需要什么 需要稀土 需要原材料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 他也需要原材料 就是这些厂家被美国啊 放到一个篮子里以后都放到美国这个篮子里以后 我中国呢 只要利用稀土 利用我的原材料 制约住美国 那这些包括高通 包括三星 包括什么台积电 就必须对我中国俯首称臣了 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说这个两种势力对抗啊 最好的 如果你是第三方啊 你最好啊 不要选边站 鸡蛋别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现在啊 我发现台积电啊 像三星 三星挺聪明的 三星没有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没有表态 但是美国现在也逼着三星表态 像高通啊 其他美国公司那没有办法 我觉得最后聪明的美国公司啊 会把鸡蛋放到两个篮子里 这边跟中国也合作 那边跟美国也合作 甚至把工厂可能建到中国了 所以我觉得会加速啊 美国高科技企业向中国的转移 这是我一个推断了 就是美国逼着大家选边站的时候 很多聪明的厂家 为什么 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你看台积电啊 其实啊 就非常愚蠢啊 台积电现在是把鸡蛋放到美国一个篮子里 我觉得台积电可能因为这次事件 台积电从此就下坡路了 我告诉大家 台积电可能就走下坡路 他把鸡蛋放到美国一家篮子里 刚才举的这个日本制裁韩国的那个 这个白色清单啊 就是半导体原材料 核心原材料 你就可以看着 这个原材料对这些生产厂家非常重要 日本有原材料 中国也有原材料 稀土 稀土是所有原材料的什么 就类似于分子一样 是最基础的原材料 那么之前我做节目也说了 中国控制着这个世界90%的稀土出口 就是说中国就是完全的主导了 稀土产业 稀土金属 那么芯片 包括美国的高科技国防企业 也是什么 也是制约住了 被中国 就像日本制约韩国一样 韩国啊 也想摆脱这种制约 韩国怎么的呢 它呀 这个利用有限的库存保障生产同时 将进口源转向中国欧洲等地 并推进核心原材料的国产化 以日本限制出口的孵化氢为例 近一年内 韩国国内的孵化氢生产线增加了一倍 同时从中国进口孵化氢也结束了测试 应用到了实际生产中 可以说这次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限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 倒逼韩国强化原材料供应体系的多元化 我没有说错吧 就是这种啊 这个制裁啊 这种去全球化 最后啊 选边站吗 让你 那最后倒逼出来 各种厂商怎么 多元化 我说了 美国这种去全球化 最后是让大家什么 鸡蛋不放的一个篮子里了 多放几个 脚吐三枯 有些美国的生产 我告诉你 会把这个生产线搬到中国来 我直接就告诉你啊 这是最最终的后果 那等于就是帮了中国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美国总统啊 真是共产党员啊 又帮了中国 韩国三星也在原材料多元化 那你说 是不是 你要这个举例子 是不是这个 华为也要原材料多元化 是不是 那有些供应商 他就会来给你说 我要挣这笔钱 我就要把我生产线搬到中国 原材料多元化 美国现在 为了躲避中国的这个 这个稀土制裁 也要原材料多元化 看见没有 这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大的上面啊 顶层进行什么 选边战 顶层进行选边 中美选边战 底下的企业 也进行选边战 对吧 选边战同时呢 我为了利润 我就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都分成两个市场 你看 大的中美两个市场 下边呢 华为 是不是 还有这个这个台积电 三星 都是自己各自 把产能移到对方国家 就变成了一种啊 就是 倒逼的全球化 我认为这是一种倒逼的全球化 是什么呢 把产能 以前全球化是我中国 中国生产 美国组 美国生产 中国组装 或者中国生产 到美国贴个标签 然后就卖到 就这种丰工非常明细 精细化 丰工 那因为什么呢 美国逆全球化 让你选边战 所以啊 倒逼着很多厂商 把什么 把中国也去贴标签 美国也去贴标签 中国也生产 美国也生产 那这样的话 倒逼着什么 倒逼就是很多高科技企业 也必须到中国来生产 他不可能完全阻止 因为什么呢 你如此 我说了 你完全阻止 你原材料在中国手里 很多人说 我不买中国 不买中国的美国 那就像韩国三星一样 非常着急 马上就用完了 好像F22刚摔了一架 F22里有很多都是稀土材料 所以我说啊 这个越用越少 你的库存有限 你要完善这个市场 完善这个全球化 你就必然要什么 你就必然要跟住中国嘛 说白了 你要在这个市场 在全球化这个市场上 进行竞争 跟住中国 中国是稀土的公民国 就像日本 日本不制约韩国之前 谁知道日本 对韩国这么重要 谁知道没人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天天就夸三星厉害 就现在夸 台积电厉害 三星厉害 美国的高通芯片厉害 这当年夸韩国 不也那事吗 三星可厉害 三星帝国 帝国呀 帝国可着急了 几个月就要倒了 这大厦就要倒了 跑到日本 颠不颠 跟人家什么 求原材料 就现在呀 韩国已经把这个原材料 有一部分国产化了 但是还得求日本 这疫情期间 韩国什么一年了吗 韩国让日本尽快解除限制 就是韩国政府也非常紧张 别看他原材料 他可以自给自足一部分 但是有啊 有什么 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的这个原材料 只能靠日本 你这稀土也是吗 是你能解决一部分稀土国产化 但是大多数啊 关键部位的还得靠中国 所以韩国也呀 得积极的让日本解除限制 这就是我说的 你得看最终原材料 当时夸韩国的时候 你不知道韩国啊 有有什么软肋 钻在什么 钻在日本人手里 日本清楚的很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夸美国 夸台积电 是吧 夸什么高通 夸什么这个三星的时候 制约华为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想一想 美国有什么软肋 抓在中国的手里 所以这是同样的 我就说了 美国是不会完全限制华为 把华为彻底弄死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想 但是没有能力 所以我说华为这个事啊 为啥我说 告一段落就在这 他不能 不是他不想 而且美国这么一做呀 最终的是什么 让全球的产业链 全球产业链 绞兔三枯了 大家都不把鸡蛋 放到一个篮子里 分散了 那一部分高技术领域的 就得分散到中国 你又弄不死中国 华为 人家华为生产着 造出来的东西 我还活着 你要弄死了 其他产业链 那就回美国 你弄不死他 其他产业链必须得 向华为这会转移 这是必然的 你不转移啊 不转移你别要那什么了 不要稀土了 稀土我也给你来个 白色清单 不可靠实力清单 你台积电想不想要原材料 想不想要稀土的这个金属 不想要 不想要你 台积电明天就关闭 台积电你真别以为 台积电啊 就不能离开中国啊 他离开中国 台积电也完蛋 就这个稀土 美国现在也在囤稀土啊 中国人你囤嘛 慢慢囤 你囤的越多 对我越有利 你囤的越多啊 你加工 你制造 挖矿的企业 是不是 没活干了 都是我的 所以美国呀 他 他没有大战略 这美国的这帮经济学家 我看到最后 我觉得非常可笑 甚至还提出了什么 没有中国的全球化 甚至有人提出没有中国全球化 我下一集再跟你讲 没有中国全球化 非常可笑的理论 这回我这个华为事 也跟你说清楚 华为是个小事 很多人这个不知道的 在这抄着 华为死了 华为完了 不就跟当年是一样的吗 跟当年这个韩国三星 那是一样的吗 你从日本和三星 这个事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当年鼓吹三星万岁 三星无敌的 谁都没想到 一夜之间 日本才是三星的爷爷 日本才万岁的 日本控制了三星的命脉 一个帝国 被日本就这么控制 所以呀 我觉得现在抄着这帮什么 高通万岁 台积电牛逼 是不是 我觉得没啥意思 到时候你看着 看着 中美肯定会交易 美国肯定 私底下也会跟着跟我谈 别断我 别断我稀土 那双方就谈吧 那你 你要断我 断我华为 那咱们就是啥 清单吧 咱三个月三个月一审 你审华为 我审你稀土 完了呗 所以我说台积电不聪明 跑到 跑到美国那个篮子里去了 他应该把像别的 分散呢 三星多聪明 台积电完了 这回可能订单 可能被三星截掉了 因为有时候讲啊 这个 你三星卖给华为产品 美国会制裁三星 你制裁三星 我就制裁你的稀土呗 我拿稀土制裁你美国吧 就是中国有一个什么 有个原材料 这个领域的最新 最最根本的优势 美国不能跟中国翻脸 他不敢去制裁出口美国的 出口中国华为的一些企业 那中国使出这个稀土牌 美国这个就破了 破功了 但破功以后发现 人三星还活着 台积电死了 台积电被美国死死专注 三星在中国海外 一样给中国供货 而美国那些企业 可能啊 也聪明的啥 跑了 人家也到中国来设厂了 可能 因为你弄不死中国 弄不死华为 那我还得生存 那怎么呢 我搬个家吧 到中国来设厂 你看台积电不就傻了吗 台积电真是傻中之傻呀 真是台湾人呢 我很难理解 就这帮人脑子 被政治化以后 不想经商了 想要 是吧 想要治国了 很有意思啊 台积电 这事我给你解释清楚了 就是美国的这种人 你选边站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 不是大家选边站了 而是大家 脚吐三哭了 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反而加速了中国 这些企业 高端芯片发展 我告诉你 是我不能上你那摄产 我拍点科学家去不也一样吗 科学家去了不也是一样的吗 技术去了不也是一样的吗 还是中国生产 所以华为啊 我觉得华为活了 通过这个事啊 华为活了 不被人限制了 短期呢 可能有点难处 但是长期看 华为是活了 华为因为 啊 你就简单 高端选边站以后 高端的那个芯片 选边站以后 会有一部分啊 会有一部分资源到中国来 继续生存 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啊 供应也是多元的 会选择到中国 那就是 以前不需要来中国的 人都来了 那华为是不是活了 中国有稀土制约着美国 这个原料和制造不一样 和技术也不一样 原料是什么 用完就没 你不是说我技术先进 我能合成出来 没人能合成出来稀土材料 只能我中国供应 这就是原料无敌的原因 这就是产油国 为什么别的国家 拿产油国没招 石油我不能靠科技合成啊 我用完了就得从这买 原料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日本啊 能此此掐住韩国 你看韩国三星 就算他水平再高 科技再先进 他也不可能合成出原料啊 你明白吧 所以日本就拿住他 原料在我这 你知道吧 关键那些原料 我能生产 你不能 那我就拿住 稀土也是这个东西 记住 所以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美国这么一搅动 让本来已经 大家丰功明确的 这个全球产业链 变成什么 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高科技原来都集中在美国吧 美国牛逼就牛逼在这高科技行业吗 这回你让我选边站 我呀 你又治不死中国 你让我选边站 我不能饿死啊 有些产业就移到中国去了 有些技术就去 这反而加速了华为的什么 高端的芯片行业的 这个国产化率 提高了华为的 怎么说呢 这个往上升级的速度 今天我给你解释清楚吧 就美国不能一下子致死华为 不能一下致死中国 那最后华为就得利了 就从这个事件得利了 今天我解释应该很清楚了 日本死死掐住了韩国 中国死死掐住了美国 当年鼓吹三星万岁的 现在都傻眼 现在鼓吹高通 英特 什么台积电万岁的 了不起的 我觉得离傻眼那天也不远